今天早上在立法院里头 国安会秘书长苏起 为了美国牛肉政策的沟通不良 是公开致歉了 对于这件事情的沟通 苏起是道歉了 另外呢 马英九总统今天早上 在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说 台美高层的互信 现在正在恢复当中 跟我们安全 利益皆为攸关的 美国和日本 双方高层的互信 已经恢复 因此我们有机会 参加了我们追求很久的 一些国际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能够派遣 更适当的代表参加APEC 明年不论是我们的主机处 或者是国际主要的预测机构 都认为我们有3%到4%的成长 情况呢 应该是审慎的乐观 总统说呢 现在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都在恢复中 这跟牛肉的进口 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总统当然没有直接讲 另外立法院里头 财政部长李树德 则是证实说 现在也正在跟美方谈 台美租税协定 是不是真的在台美关系上面 有比较大的进展了 其实不令人意外嘛 从先前他 在这个 美国牛要进来的时候 他先前预告 到 这个真的 坐实了说 23号已经确定了 那到现在 他告诉我们说 台美关系已经有 持足的进步 这个流程是 马市的流程嘛 马总统的一个流程 那不意外 只是说 卡在狂牛的这个部分 你是拿我们的健康去换 这个是大家印象深刻 也是他民调 现在还没有回升的 这个关键 那刚刚大家讨论 杨志良 我觉得他现在处境 是决策外 但是在位置上 如果他今天说 我不要坐这个位置了 因为照着他的这个 这个他决策的这样一个主张 跟高层是有违背的话 他现在在位置上 他就必须 很困难的 而且蛮窘迫的 去维护高层的一个主张 那我要讲就是说 杨志良刚刚讲说 这是一个选举菜 一个政治菜 那政策不应该是说 在选举就有假期 政策不应该在选举的 这个前夕 而有免于被检验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理由 所以我觉得 他讲的是不通的 在这一点 那我觉得第三个 我看到这个马总统 现在好像一个人往前奔 那今天有个消息是说 当苏启去跟立法院沟通 带回来的是 立法院所主张的 那几点决议 而且马上17号就要上场 听说马英九 马总统是暴怒的 今天如果我们看到外在的话 行政院也要三管无卡了 然后署长这边有一些作为 然后地方县市长 尤其是郝龙斌 也这样的都在反对 他所订定这样一个 议定书里面的范围 那如果只有马英九 马总统落单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警讯 他不得不在意的 那如果说我们 关乎到说未来选举 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 受到影响 我觉得那个地方选举 跟这个事件 是没什么相关的 可是会还注意到 他马英九整个 大家检视他的时候 这个会被列入 不下雨巴巴水灾 他的危机处理的 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好我们来超过一个 最新的消息 这个江青梁 稍后四点半的时候 要举行记者会来说明 整体跟吴敦义 同游巴厘岛的事件 这个记者会呢 原本是今天早上 十点要开的 因故取消了之后 现在又因故 在下午的四点半 又要再度的 因故还要再开 因故是因为一个原因 因为一个原因取消了 现在又因为一个原因 要重新的进行了 不是讲因为那个 顾没有了吗 对对对 顾消失了 对或者是看到本节目 他觉得说不开更不好 基本上主持人的言论 跟我们来宾都没什么关系的 因故这个不好吗 本来是说因为怕说 会卷入更多的政治的操作 政治的纷争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讲了 没有开记者会 可能会卷入更多的政治纷争 会有更多的议题出现 所以一次讲清楚是比较好 我补充刚刚杨志良的 因为沈医师说他耿直 就是说新新闻专访了 马总统之后 马总统在那个专访内容里面 是这样子讲卫生署的 一个耿直的人就跑去 先找马总统 先找吴院长 我不确定 可是至少他跟吴敦英说 我不干了 后来被未留 那见面的时间 照美体写说 见面没多久 就走了 那去找马总统干嘛 说哎 总统应该把我修理 他在那边说指教 指教什么 请总统指教 他到底哪里做错了 这不叫耿直啊 会跑去找你的长官说 你指教一下 不知道你哪里做错了 一个有丰谷 一个执政有品位的人 从政有品位的人 就迟臣丢了就走 就回家了 他去问说 你怎么这样跟我说 马英九是怎么修理杨志良的 因为马英九号称不沾锅 他就专门修理他的人 能源税就推给学者 牛肉就推给媒体 推给杨志良说 我们都是听你的简报 不然我们这个也不懂 这样子修理卫生署的 你就知道这个人干 这个人能不能 你能不能帮他做事 其实很清楚 够是要死就叫你去死 那杨志良去跟总统请假之后 去跟院长说我要请假之后 换他选择什么 选择他留下来 然后他一再地重复讲说 我为什么想接这个 卫生署长 前面有N个人 那我是一时冲动说 我想要帮健保做点事情 请问从你上来到现在 你帮健保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 H1N1 然后美国牛肉弄了你满头包 你健保你长啊 不敢嘛 你长你就继续做 我说你长我也要付钱 那你不敢长 你不要做了 所以都很爱做官 就说我是一个什么 率性而为的老人啊什么的 你讲这些老人 他是说老先生 老先生不是老人 老先生 这东扯西扯干嘛呢 我讲一下那个侯胜帽 是不能讲忘记的 那是政客的语言 法务部调查江明星 证人的语言 证人做证的时候 法务部调查江明星说 你有没有跟陈聪明吃语事 江明星说我忘记了 行政院高层指示何满轩转存100亿给杨兴党 问何满轩 何满轩说我也忘记了 没有讲忘记就不要当官 忘记就不要乱吃饭 你乱说什么忘记 忘记当然很保险啊 跟你说忘记但是有还是没有 有还是没有 我认为是有啊 不然怎么会忘记的 没有就说没有 还有忘记的 不要用这个当借口啦 你这个部分就太耿直了 好先进广告 这是什么话 谢谢大家